经依法审查 认为澳大利亚籍人士程雷 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于2月5日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程雷 他是央视高层主持人 却为澳大利亚充当了20多年的间谍 期间盗取我国无数机密文件 使我国损失了上千亿 如果不是因为一具无心的口误 时至今日可能都无法发现 那么作为一个前途无量的央视主持人 为何他要卖国求荣呢 程雷又是怎么样堕落成间谍的 2021年2月5日 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程雷 因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 被北京警方逮捕 此消息一出 立马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 要知道程雷可是中国主持界 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之一 早在2002年 他就成为了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 比董卿还要早上一点 曾主持过CCTV9的财经顾问 和中国财经等重要节目 许多观众对于这个美女主持人 应该都有印象 在他担任主持人的20多年 采访过数百位商界名人和政要 就比如比尔盖茨和马云 除此之外 由于他精通英语和财经知识 曾多次作为代表 出席中国重要的经济活动 我国许多经济措施和战略计划 他都了如指掌 当时程雷可谓是名利双手 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是选择背叛了我国 将这些机密泄露给了国外 那么究竟是什么 让他成为了外国间谍呢 这一切还要从程雷的身世说起 1975年 程雷出生于湖南岳阳 他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工人 靠着打工和家中积母田地来维持生活 别看家庭不怎么富裕 但在教育方面 程雷父母十分舍得投入 他们宁愿少吃点肉 也要把钱留给程雷学习 不仅给他请外教老师 还给他送去补习 程雷这时候也十分懂事乖巧 他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 从小学开始 他的成绩就一直名列前茅 看到自己的女儿那么努力 程雷的父母十分欣慰 1985年时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 国内突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 出国留学热潮 在国外势力的大肆宣传下 不少国人都被洗脑 认为国外哪儿哪儿都好 医疗教育科研领先国内一大截儿 就连空气都比中国香甜 此时 程雷的父母也深受这种言论的影响 在程雷小学还没读完时 他们一家人砸锅卖铁 带着程雷移民到了澳大利亚生活 当时的他们满心欢喜 以为到了澳大利亚就是到了天堂 然而现实就像一记重拳 狠狠地打到了他们一家人身上 他的父母由于不会英文 再加上没有一记之长 为了生活只能在澳大利亚的餐厅里 当洗板工和服务员 来的时候都听说 国外的工资是国内的十几倍 可没人告诉他们 物价也是国内的十几倍 在这儿工作 甚至还不如在国内的生活 相比于繁重的工作 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 来自本地人的歧视 周围的白人们看到黄种人 就像是看到了路边的流浪犬 自带几分可怜的眼神 不过为了女儿的学业 他们还是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下 成雷父母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了女儿身上 希望他早日学业有成 实现积极跨越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成雷在学校受到的歧视 比他们还要严重 同学们经常将其称呼为黄皮猪 还用咪咪眼的手势来嘲讽他 在学校里成雷没有朋友 原本乖巧可爱的他 心里逐渐出现了问题 成雷认为之所以那么不受待见 就是因为自己的肤色 每天晚上他都会想 自己要是个澳大利亚的白种人就好了 自己为何要出生于中国 而这也被他后来的叛变埋下了伏笔 他明明是前途无量的央视主持人 却为外国充当了20多年的走狗 秘密潜伏在电视台20多年 盗取了我国无处机密 让中国渐渐损失了上千亿 被捕归案时还叫嚣澳大利亚 会来解救自己 那么他为何要当间谍呢 这一切还要从成雷 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开始说起 当时澳大利亚的民族歧视十分严重 成雷中国人的身份 使得他在学校中经常遭到欺负 本以为他会因此更加努力学习 证明黄主人的能力 没想到他竟然将这些不公正的待遇 归咎到了自己的身上 他认为正是自己的肤色以及出身 才导致自己被欺负 这种扭曲的心理 使得他对自己的祖国十分反感 带着这种情绪 他考上了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大学 由于成绩优异 1994年时 年仅19岁的他就从昆士兰树立毕业 并且取得了学位证 以及特许会计资格证 当时很多企业都向他渗出了盖揽支 其中包括各种世界名企 在澳洲他摸爬滚打了6年 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2001年时 在他父母的坚持下 他回到了中国发展 然而就是这次的中国之行 让成雷彻底走成了间谍的不归路 当时国内的电视台 正在招财经内的主持人 再加上成雷在大学时 就想抱主持专业 只是他的家人极力反对 于是他毛嘴自荐 投下了简历 凭借多年的会计经验 以及一口流利的英语 成雷成功进入了中央电视台工作 这一年他只有27岁 比董青都要早进央视 毫不夸张地说 前途是一片光明 成为了央视主持人之后 凭借着过硬的财经知识 他的事业节节攀升 也有机会接触越来越多的大人物 他采访过许多的商界名人和政要 比如我们熟知的比尔盖茨和马云 和美国的数位财政部部长 但是在成雷名利双收的时候 美国的情报部门找上了他 希望他可以利用职务之便 盗取中国的机密情报 不仅会给他丰厚的报酬 等事成之后 回到澳大利亚 还能给他个官党党 听到这些 成雷立马就答应了下来 本来他对中国就没什么感情 在之后的日子中 中美两国开启了贸易战 而成雷作为间谍 靠着职务之变 盗取了我国大量商业机密 使得中国间接受损了上千亿 最离谱的就是 在这么长的时间中 竟然都没有人发现 直到成雷的一句口误 才暴露了他间谍的身份 央视著名美女主持人 竟然是个间谍汉奸 潜伏在我国二十多年 盗取了无数机密文件 最终因为一句口误 被我国警方逮捕 那么这句口误是什么 我国又是如何发现的呢 在成雷任职期间 他疯狂的泄露我国机密 最起码给我国 造成了上千亿元的损失 不过常在喝边走 哪有不失邪 2020年初 成雷受邀 参加一场财经栏目的访谈 当时有嘉宾向他提问 外国对中国经济发展情况 了解多少 成雷没有思考 一脸骄傲的表示 美奥双方已经充分掌握了 我国的经济走向 虽然后面他意识到不妥 把话圆回来 但这句话被细心的网友给捕捉到了 许多人留言询问 一个央视主持人 为何能肯定他国知晓我们的经济走向 之后有网友还发现 成雷经常在国外的社交平台上抹黑中国 制造了各种阴谋论 随着舆论的发酵 有关部门介入了调查 没想到这一查 真查出来他跟境外势力在勾结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掉出幕后的人 当时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将他抓捕 成雷在此时似乎也发现了什么 在2020年的3月时 他将在北京读书的小孩送到了墨尔本 同年8月份 他又提出了出境 准备前往澳大利亚 调查人员立马将其拦了下来 当时的成雷也明白了 自己已经暴露 于是他开始疯狂的向澳大利亚求援 被捕之后 成雷没有丝毫回忆 反而大放厥词 声称奥方一定会将他给救出去 果然在他被捕没多久 澳大利亚就坐不住了 澳外交部长更是亲自询问了此事 他们以国籍和立场大作文章 声称中国无权审判澳籍公民 并且在舆论平台多次散播谣言 企图救出成雷 从这儿我们也不难看出 成雷对于他们来说确实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 澳大利亚还专门派人探望了成雷六次 似乎想要从他的手里再拿些什么 但这一切全部徒劳 不管是什么国籍 只要在我国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那么必将会被绳制依法 2022年3月31日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对本起案件进行了不公开审理 只有成雷及其辩护律师到庭参加诉讼 目前这个案件还在审理过程当中 法院将择其宣判 之所以不进行公开审理 是因为有关国家秘密的案件 为了避免泄露 根据法律规定 必须进行不公开审理 且任何人不得旁听 而这也成为了外国抨击的角度 对此外交部做出了回应 中国是法治国家 司法机关一定会严格依法审理此案 充分保障有关人员的各项诉讼权利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犯间谍罪危害国家安全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或者无期徒刑 那么对于这种吃里扒外的行为 大家觉得应该怎么判呢